Sally everyone 我是LiamCG AKAMCG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剛剛叫他說 你在旁邊玩你自己而已 他真的在旁邊玩他自己 喂喂 喂 我才跟你自己玩 烏龜烏龜笑 我們今天又邀請到壽子 剛好借林他發變期嘛 我就 我們就常常在一起 對 我們就借這個機會 我就順理成章的 跟本社說的那個 他可不可以過來 所以他剛好最近就是 節食到一個 時間點 我們今天就是吃吃喝喝 就跟泰國一樣 我不吃那種配酒小點 沒有沒有沒有 吃真正的食物 對 你今天要吃多少 就多少 只要你吃的完 我全部都給 我剛才找到的時候 我差點在旁邊 直接尻一碗油 不要不要 不是我們今天每一家都要吃 你真的不要這樣 OK 好對對對 我們現在人在三樓 三樓是瑪比喬狗蛋開的 然後 他的餐點非常的不錯 他是一間 很有風情的酒吧 然後 我每次來的時候都在喝下 你應該也是 我到哪都在喝下 然後我上次因為那個 那個美麗 找我來這邊吃飯 我才發現這邊的中餐很好吃 Let's go OK 老闆狗蛋 老闆狗蛋 嗨 我們去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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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先來這裡吃飯 禮物先給你 我上面還有寫Bruce 是我們高中的時候一起跳舞 但那時候只有我有數位相機 所以所有資料都在我這 裡面有你的Battle 然後還有 小時候我們在高島屋團練 在樓梯的照片 欸這真的超級珍貴 超珍貴的 因為之前 就跟大家講說我在跳舞 我都拿不出個什麼證據給人家看 你知道嗎 人家說我好像 卡歐蘭喔這樣子 我有特別拍了一下 但反正anyway 我就那個就送給你當禮物 哇這個太珍貴了 這個我很怕 欸小辣我先放裡面 真的真的 你現在直接 你不要現在看了 你這是電腦 電腦直接開的 直接開電腦 好啦我們先 壓力很大 先吃飯 我們先吃飯 好 這是什麼 這是東坡肉 炸的東坡肉 哇賽 我幫你切齁 喔謝謝哥 那我們等一下等酒來 我們再喝酒 好沒問題 先吃一點飯 來吧我們點了 小草油蔥牛腩 然後這是金沙絲瓜 不客氣了齁 來囉 我感覺這骨飯很好吃耶 好吃很爽 哇 你有沒有覺得食物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哇賽 你今天會吃一個晚上 不要動 對 鼻子 進去 啊啊啊啊 嘿嘿嘿嘿 幹什麼 來 Let's go 先喝一個下 Cheers 再繼續吃 哇 炸東坡肉我第一次吃到耶 超好吃的 還是很多人在吃這個東西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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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是大金小怪 他的豬血糕 也很不錯 我上次看你在講 你對豬血糕還滿有一套的 對 要不要投資 你要做嗎 投嗎 沒有 我看到了 所以先開五時間 好不好 這年齁做生意就是要搞連鎖 要弄大 要弄大 要被其他豬血糕看沒有 我覺得這認真是滿好吃的 這真的認真好吃 這絲瓜好好吃喔 可是一般通常金沙絲瓜 鹹糕好像更重 可是它這個把它 它沒有那麼重 可是它融在裡面那個醬的味道 感覺是更smooth 你最近是不是想轉戰美食節目 我今天來之前我做很多功課 我記取我上次的教訓 我覺得我在泰國很多地方 我要改進 沒有 泰國是我要改進嗎 我到最後一家的時候 我已經不記得了 你不好說 你很多集都上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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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干貝午菜 它中菜水準是不錯 我上次也有 就我朋友在那邊吃 輕柔你也可以吃吃看 輕柔有不錯 我基本上來這邊啊 兩道一定會點 炸冬鍋肉跟小炒一定會點 你知道真正的男子館 夾這種肉 我一次要夾兩塊 真正的男子館 你那樣夾的話 這邊會變 這邊會變真正的男子館 這樣你就是man爆 剛好老闆上來陪我們閒聊 但老闆目前最近在戒酒 所以 我們喝喝喝給老闆看 可以啦 我們要好 好帥 謝謝 我們來這間店這麼多次 我到這個月 才知道 原來這裡有吃的 我比你早一點 之前來講 我從來不知道他們是一個餐酒館 我以為他就是酒吧而已 對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難過 就是大家 大家就是 覺得來這邊就是喝酒 然後沒有吃到茶 其實倒還好 因為 反正我只要在 他們要吃我就煮 他經常會被饒舌歌手滷小 可能說喝到三點四點 然後看到他冰箱的東西就已經炒 快點喝 炒個泰國蝦來之類的 我們下次也會這樣 我覺得應該直接開餐廳 他本來就有餐廳 他本來就在開餐廳 誤會一下 餐酒館 餐酒館 好啦我跟你講大家三樓可以來吃飯啦 好吃啦來吃飯啦 也可以不一定要喝啦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好啦我們這邊吃的差不多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個shop 再一個shop我們就準備下一間店 準備下一間店 現在是不是太早了 現在幾點啊 不要我們今天有很多地方去 對啊 我們會去 好 四家 確實 我們為什麼突然間又沒有走 因為我們 這要走 只要遇到新樂園 亂入 亂入 沒有啦 我們等一下旁邊吃滷味 欸這個超扯的 欸你要讓我們展示一下嗎 對 講剃刀新做的項鍊 我現在做第二個是很靠北的 洛克的 我現在這樣啊 對 欸你做這一顆 瓜對齊 沒有啦 可以 好 不願意公布加錢 我250萬了 我250萬 這邊全部都真賺 好 好好 好 閒聊 再閒聊一下我們的 好 好 OK啦 給我第一張我們再參考 第二張我們要去 Rune by La Keeve 今天就是要幫大家複習 Hopper就是 幫大家複習 我們先前住的城市拍過的店 然後也幫大家重新更新一下菜單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 現在要去Rune by La Keeve 他們最近換了一支菜單 非常好玩 7GOGO 我們今天來個 都來新的 他有掛 A-Shop Face 50 他們第一次入圍 欸 7GOGO 7GOGO 27 27 第一次入圍就27 哇塞 你看他們這一季的菜單 就做得很漂亮 很美欸 對啊 其實我是真的很喜歡他們 因為Zantoni Zantoni很好 Zantoni真的是 蛤 我每次來都沒有點 他就 哈哈哈哈 他就不開心了 沒有 他就直接先上 他不管我要車 那我可以直接先上 你也要先一杯Zantoni Zantoni真的是好好玩 反正先爽開播Zantoni就對了 來這邊就是先爽開播Zantoni 欸不對我們今天還是要稍微聊一下重點 他的新專輯的方向跟以往不同 這件事情 就像那時候我有問過 狗哥就說 你已經三十幾四十 狗哥也寫不出以前那種 憤世技術的歌 因為你生活變得不一樣 創作者面對自己的心境 去做創作 我覺得是最最對的事 所以你現在的那些歌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我聽起來特別有感觸啊 對啊 因為你老了 對 而且我跟你講 就像那個 你那一首那個什麼 很紅的那個 Just Please 那一首其實是我 最不喜歡的歌 我真的認真聽的時候 脫離這個年紀 是 那個比較像是二十出頭歲 剛開始的時候 但我聽二零三年的時候 我印象太深刻了 二零三年放的那一天 我在高鐵上 嗯 然後是晚上 我從高雄看完會回來 然後就旁邊的窗戶這樣 嘖嘖 嘖嘖 然後我就聽二零三年 我唱哭了 認真的 認真的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 同一個年紀進行下去 對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創作音樂其實很有趣的 就是 你在 因為你每次在寫的東西 都是記錄 這個時候 這個年紀 你所經歷的一些感受 其實我覺得 很棒的就是 你會去碰觸到有一些人 是跟你 可能年紀差不多 或是正在跟你面臨一樣的 生活感受的人 就是像剛 像安靜去講 他說 他那天的時候 他就很有感觸 對 你不用勉強叫我安靜去 你叫小龍頭就好 因為你剛才想了一下 安靜去三個字 對 我一直想說要把名字 你叫小龍頭就好 以前剛開始 在做音樂的時候 你當然會覺得說 你想要紅 你想要大 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喜歡我的音樂 可是我覺得 到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 我想找群人是跟我評語一樣的人 然後我是 你喜歡就喜歡 你不喜歡 那沒有差 因為我們就是不同 年紀跟不同狀態的人 對 也許過五年 五年之後 你會喜歡這個 走路的 不一定 對啊 所以我覺得 等一下 進人生啊 人生啊 好了 三十幾歲 人生還沒完 對 還會做其他事的 沒事 還有得玩 還有得玩 還有得 還找 好 7VEN哥哥 我們來 接著 接著了 有冰淇淋的味道 真的 香草冰淇淋 香草冰淇淋 對 可是因為真的很好喝 所以你就 不知不覺就 咕嚕咕嚕咕嚕 好 所以我們可以下一杯 給你親肚子喔 欸我們在 換掌 真通你這杯上什麼 我都 沒有跟 可以用 ORANGE ORANGE 開始走火姿系 好 好 今天我們要喝幾位了 呃 看他心情 那這個是 瓜吧 裡面是用的 芭樂 全部的芭樂汁 配了 我很喜歡這個 尾部好台灣喔 嗯 我做的台灣是 小蘭木的那個味道 我想的台灣的部分是 板得的時候的芭樂汁 喔開頭啦 前面 對 對 你是 對 YOW 怎麼了嗎 這樣是不是 Diss YOW 不會啦 YOW 剛剛我們突然 在喝酒的時候 突然 陳榮突然說 他說我 胖胖的 不錯看 但是我的臉可以駕馭 胖的跟瘦的身材 對 真的 我跟你講 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擁有這樣的臉 你們必須要知道 有些人的臉 他整個胖的好看 或是他整個瘦的好看 但是這張臉 他是不管瘦跟胖 他都擁有一樣的魅力 我們今天應該是沒有配吧 小董 我們今天沒有談費用吧 我們今天沒有談那個 show fee 沒錯 有 我拿 我拿 我拿發票會開給你 哈哈哈 那是我幫你業配的 對啊 我想說 其實他沒有談那個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好不好 謝謝你 評價很高 謝謝 謝謝你 好 我們 等一下 Sample我們還有下一杯嗎 等一下 我們有幾杯 等一下 再兩杯 好 再兩杯 一鼓作氣 好 我們這邊走下一步吧 你說這杯叫什麼 我每周沒記得 M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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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t up Shut up 後面是透明的麵包 然後裡面是鸚鵡椒 Croissant 而且我跟你講 Seven發可頌的發音是正法式 Croissant 你跟法國人講 Croissant 他們會發脾氣 那你在念什麼 Crois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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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SEXY 對 很爽對不對 嗯 很爽欸 銀烏賊啊 我覺得如果你是平常不是海鮮的 可能會有點怕 但像我們就是海鮮的 又很喜歡 超爽 很爽 沒了齁 因為我們只剩小杯的體驗味 小杯 又來 他們 他們講法很北 他們說 喔 你的正常的喝完了 剩下就是小杯體驗味 小杯體驗味 小杯體驗味 小杯體驗味就笑了 對 講那麼好聽 你還可以喝嗎 當然 你是用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 等一下 小杯體驗味只有一杯吧 就一個杯子沒有錯 沒有一個杯子一直延續下來 小杯體驗味就像Costco旁邊那種試試台一樣 你喜歡的話再帶一整盒回家是嗎 沒有 兄弟 你往那裡看 他說小杯體驗味 小杯體驗味 所以我們有四個小杯子 可以的 有 所以我們現在喝一 一個 然後有 喔 哇 好香喔 有一點薑連香腸的味道 喔 這沒問題啊 這四杯沒問題 哇 帶罐走 這個是普洱茶 這個是普洱茶 你這是有的賣嗎 有啊 在Menu上面 我覺得它這邊到底 你看它這邊會不會還大 新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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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可以的啊 來得真快 來得真快喔 不用買 不用買 不用客氣 偷它的一半就好 蘋果 好好好 來點木質料的味道 好 來了 來囉 好了好了好了 喂喂喂 它的半杯就好了 它的半杯就好了 好好好 其實一個 綠豆扣的味道 嗚嗚 它真的很快 它看一個劍步過來 就直接倒上了 而且你看它滿滿的惡意 滿滿的友善 好不好 等一下 還有 最後一個 一半就好 一半就好 兄弟 兄弟 茶 一半就好 一半就好 它的一半就好 好啦 謝謝 四季春場 還有荔枝 謝謝 謝謝 你要不要幫我換 你那邊很大 我跟小朋友 我跟高朋友 不要 不需要 沒有沒有 沒事沒事 我不要 我在泰國第一天 你不要攝影機再拍 你省省面子 真的可以 真的 第一句話 我在泰國第一天之後 我已經被你修入了 沒事沒事 你今天不管怎樣 我還是會修入 所以說真的沒有 我可以 我可以 來吧 欸我沒有想到 就是到這裡 我就覺得有點多了 沒有 你是液體容量太多吧 對 你剛好給我個15分鐘 我就 我就不來 對 我們等一下可以稍喘一下 喝一些純的味道 不對 我剛才有點被震到 就是 後面那一連串的 他今天算比較粗魯 Seven今天算比較粗魯 對 我覺得他跟他平常的氣勺 好像有點不一樣 對 他們直接來個舞杯 我好像說 我說不能輸 不能輸 我剛才有種被灌酒的感覺 好 我們進了八末 然後遇到一堆認識的 我不知道 就是 你跟我們 點個 吃到好 我先喝我的那一支 威士忌純酒 然後 調酒晚一點 我們喘一下 我們先跳一下 要喝的調酒 然後我們等一下才 好 好 好 很辣欸 因為他圓酒啊 你懂嗎 不是說不能這樣 是不是 是不是圓酒你 對不起 你在喝我怕你會不舒服 我怕你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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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事 你沒講 我就覺得當下 有點瞎講 我好像覺得有點不舒服 我現在開始覺得有點不舒服 這道我也是第一次吃到 基隆現撈的可愛花枝 對 新的 絕對可愛的喔 很好吃欸 新鮮的 這不新鮮沒辦法消失欸 是木炭 然後加一點檸檬 那也要他夠可愛 一般 粗 舒服的花枝 沒有這個味道 欸 真的 我覺得 你有點開心喔 好 我覺得我吃完那我可以調酒 密哥 那我們今天就給你準備了 我想喝新的東西 我可以吃個炸雞吧 Yeah sure 當然 極客 等一下 我要你的炸雞喔 等一下 你先吃八木 好 OK 因為那個中間菜區的部的極客 他們今天剛好跟八木做聯名 所以我們剛好 除了吃到八木新的餐點 我們還可以吃到中間菜區的部 等一下 這是我們新的古巴生命寺 喔 我跟你講我最近又看了 五星主廚快山車 我超想吃古巴生命寺的 你看你現在有看到 這上面已經是 金寶 增加了更多的嘻哈感 哈哈哈哈 我喜歡你的狀態 對 你看那個臉是這樣 不要搶我食物那種感覺 Shit This shit is good 明太子炸雞 炸雞我扶你啦 好不好 還是炸雞我扶你啦 極客 沒有我想趁這個時候就是 問你一些是偏辣的東西 我趁你有點酒意可以嗎 對對對 我們前面在Rimba Latif的時候 我有說 發歌的順序啊 我解釋完 為什麼現在會發這樣的歌 嗯 可是因為一般的觀眾並不理解 嗯 一般聽眾也不理解 他們就說 你怎麼會去走耳瑄的路 我們上禮拜遇到耳瑄 耳瑄其實到目前來說 他還是說你是他 啟蒙的 所以 大家不用在那邊吵啦 耳瑄跟壽子不可能有牛肉啦 有人說我們有牛肉啊 沒有 但是就是大家會 有點拿耳瑄來 我覺得網路上 拿耳瑄來挑釁你 說 喔你都 夾著小雞雞我被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喔你現在唱的東西 很像耳瑄的東西 嗯 因為是因為是 旋律與老神 他們就 然後再加琴哥 所以就會覺得是耳瑄的東西 那 其實我講這樣的話的人 表示他們其實不太懂音樂 事實上我跟耳瑄做的東西 其實 嗯 是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這個人老蛇有旋律 他就是一樣的類型的話 那表示你對音樂的理解的非常淺 對就是 對你比較不懂音樂的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其實無綁 我覺得無綁 你可以這樣理解 我也覺得無所謂 但我覺得 我很開心的是 其實我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有很多人 他喜歡我的動作 而且他聽完我的音樂 他有些 他分享很多 他自己的想法 做一張唱片 他的價值就在這裡 這樣就夠了 每一個階段 有每一個階段的情歌 可是有些人 會把情歌歸類在 情歌就是情歌 饒舌就是饒舌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是 Just Believe 是20歲左右的情歌 是 是小情小愛 那 耳瑄現在20多歲 他的歌對我來講 比較像那個方向 很好聽 很動人 在那個年紀會有共鳴 我如果是20 21歲的人 我會很喜歡高耳瑄 但是 他不能跟30歲 40歲的情歌比 那 你現在的情歌 就是年紀大的情歌 說實話 他沒有好壞 他也沒有對錯 其實我講一個心裡話 就是 也許有點狂妄 但是我覺得 像現在很多 很多年輕人講說 情歌饒舌 他們聽不喜歡我 或是拔拉歌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他們其實有一點 忽略到一件事情 說不說 就是 你有 即使 你不管你覺得 這是拔拉歌 我當然不是這樣認為 你覺得它是拔拉歌 它是情歌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覺得它不是希拉 或什麼之類的 但你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就是 現在主流音樂 就是嘻哈音樂 從 不管樂口也好 真早點LA Boy 所有這些 我也害怕在努力的人 從10年前 甚至20年前 我們一直默默在做這一次 我們創造了現在的時代 We earn it 我們 我們應得 這是我們應得的時代 這是因為我們 Build this shit 我們創造了這個東西 他不是在那邊 跟我們走過來 OK so So Get out of here Fuck out of here 喝啦 喝啦 給你啊 安全髮 你今天特別漂亮 你今天 這怎麼你話講 這是 這是新樂園的經紀人 OZ的經紀人 剛好我來這邊 謝謝 耶 美女啊 我的是毛豆 她的是花生 這杯是新的 這杯是她想複習的 可是我上次賣完美後 這杯也是後來的做 但就是我們喜歡 還是我記錯了 應該沒有 你喜歡花生 花生兩杯我都不錯 但我更喜歡毛豆 毛豆很特別的是 它沒那麼毛豆 它是一個甜甜的毛豆 我原本會講 如果真的很毛豆的話 會不會很怪 很溫很溫和 今天沒有任何一家店付我們錢 我們都是一付錢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這一張目前有沒有爽歌 所謂就是那種比較 老二很大的 老二大的那種歌 你有做這樣子的方向嗎 完全沒有 其實應該這樣講 其實我2019年一整年都在做歌 對 我總共整個demo做下來 差不多30幾首左右 對 其實裡面是各式各樣的歌都有 老二大的歌也有 對 然後火帶聲的歌也有 但是到最後我到2020年 真的最後收錄的時候 我在收歌的時候 我排出來的是這張專輯 我留下來的是這張專輯 是三首歌 是我心目中 我覺得我希望讓大家聽到的東西 就像我前面說 創作者應該要有創作者的年紀 就像我現在如果 我以30幾歲 然後業餘youtuber拍片 我不應該拍那種 鼓勵 喝得很 很暴力很劣質 對不起我沒有什麼資格講 對 對 又又又 後來 在暴力的時候對 便利商店調酒我也是 跟大家說那就是一個不要模仿 好我知道應該這樣解釋啊 你要暴力飲酒 大家也見識過 你很能暴力 你要一杯一杯 去品嘗有層次的飄酒 也可以 這就是我的心情 就這樣 這就是你 這也是我 這也是我 我沒有必要去回去證明 我是一個暴力飲酒的 但是我覺得 我們現在在喝這些 很有層次的東西 我是有感受 想跟世界分享的 這就是你的心情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沒有話說了 好不好 Fuck it 我們現在到Draftland 這是我們今天約莫最後一趟 我們今天在上面 guesting room 我們今天晚上喝了十幾杯 但我們還是提起理性飲酒 你每次都是一個爆喝完以後 然後再跟人家講說理性飲酒 你好意思 我們練過的啊 對 我們是練過的 你要知道 哥是練過的 千萬不要這樣子 沒有啦 還有一件事情 酒駕王八蛋 酒駕王八蛋 他完全同意酒駕王八蛋 其他沒什麼好說的 但我們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 這是我們的最後倒數第二張 我們等一下去Core 但Core我們就不錄音了 因為 不干你們的事 不要這樣 在這支影片發的時候 瘦子的專輯已經發了 那我覺得對我來講 是時代的眼淚 因為我陪他一起成長到 現在這年紀嘛 嗯 那我覺得大家就是 好好的享用這張專輯 呀 喜歡你會喜歡靈魂出效 阿樂巴阿里 但大家也要記得 不是每個藝人都可以來我這邊宣傳 只有我認識的還是可以 比這樣嗎 瓜哥 你找得夠帥了才可以